大家好,蓬佩奥在日本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 对中国如果要武统台湾,攻打台湾 美国是否会提供防卫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 咱们看看美国国务卿怎么回答的 美国蓬佩奥在印与印度外长今天举行四方会谈安全对话 接受专访的时候被问 若中国攻打台湾,美国是否会提供防卫 蓬佩奥表示,只要能缓和区域的紧张 美国会想方设法去做 这是他的回答 美国会想方设法去做,只要能缓和区域的紧张 这是他美国的意思 蓬佩奥指出,对于中国的行径,袖手旁观是不对的 美国与台湾、日本持续是安全保障上的好伙伴 这是现在蓬佩奥第一次对中国攻打台湾 美国是否会出兵这个事正面回答 蓬佩奥其实就是说,我会设法缓和区域的紧张 并没有说美国会不会出兵 你看蓬佩奥心里是有数的 那这话很有意思啊,怎么解释啊 我觉得这个,让台湾人看法呢 是吧,美国反共,美国反对中国 那一定是要出兵的 台湾人可能就这么理解了 我觉得台湾人这么理解能理解 他的理解就坐在他那个屁股 我说人不要把屁股坐下来 你要换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才能从人家一句话里边听出不同的意思 就有时候这个,人家说这一句话吧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可能自己都没听懂 你认为你听懂了 认为是这个意思 那蓬佩奥可能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然后你自己认为,哎呀,就是这个意思 到时候蓬佩奥骗你 蓬佩奥没有骗你 蓬佩奥说了,我要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我们会做一些事情 台湾人说了,谁在这个地区造成这个紧张局势啊 中国嘛,那一定是要针对中国 你错了 蓬佩奥意思是两边都说这话 明白吧 如果你台湾造成的地区的紧张局势 人家美国也要做一些事情的 怎么做呀 可能要支持中国统一台湾的 为什么 如果不统一台湾造成了地区的紧张 台湾能想通胞 这个逻辑能想通胞 蓬佩奥这个话是说 按台湾理解 如果中国造成了地区不稳定 美国会制约中国 打击中国来保护台湾 但是如果你台湾成为这个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了 那美国会支持中国 会做点什么吗 会支持中国 来维护这个地区的稳定 就是你台湾 按照蓬佩奥这句话 你台湾其实也是美国要制裁的一个对象 台湾媒体 大多数都是把这个话当成什么 当成要制约中国来往外抱 这我说你屁股坐在这边 你就一定要说这边的话 这么理解 是吧 蓬佩奥打击中国 要跟中国对抗 人家蓬佩奥这个话 你能听懂不 人家话其实媚明说 这话里有话 什么 要对你台湾也要制约的 你如果成为这个地区的麻烦 成为地区不稳定因素 你记住了 美国也会联合中国来治你台湾的 也是要做点什么 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 台湾什么情况下 能成为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二战 二战 懂不懂 二战 台湾 台湾属于中国是二战结果 台湾能听懂吗 台湾属于中国是二战的结果 二战以后 台湾从日本手里归还中华民国 归还给中国 这是二战结果 所有参加二战的国家 都签署了一份协议 对不对 都承认二战的结果 二战的结果 保证了现在世界的秩序 东北亚的秩序 稳定的秩序 那如果你不承认 台湾人说了 我们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是不是推翻了二战的结果 推翻了二战的结果 你台湾人 中国人 美国人不承认二战结果 德国人 俄国人 法西斯国家 对不对 原来那些法西斯国家 全世界其他国家 也可以不承认二战结果 德国不承认二战结果 超波兰要领土 俄国人 日本人也不承认二战结果 北方四岛对着干 是不是世界会越来越混乱 打完二战和平的局面 大家都不承认那个结果 干嘛 打第三次谁打这 那你台湾 你不承认台湾属于中国 是不是破坏了地区的稳定 破坏了世界的和平 台湾人能听懂这逻辑不 所以美国这个话 其实是善意的告诉你台湾 你要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你只有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 你才能承认二战结果 承认了二战结果 大家都遵守二战结果 世界才能和平 你不要以为你 光你不承认 你不承认别的国家也不承认 听明白什么意思吗 你美国现在在 在德国那些军事基地 德国为什么承认 因为德国承认自己 是二战的战败国呀 承认我是战败国 我才能让你在这驻军 波兰的领土 我才能划给波兰呢 那原来都德国的 你知道德国原来领土到哪吗 不用我再给你上课了吧 自己去查这地图 二战时候 都到了现在波兰 那个华沙附近了 那都是德国领土 那德国不承认二战 你台湾不承认 你让德国承认二战协议 二战的结果 怎么可能 你不承认 美国也不承认 中国也不承认 德国也不会承认 那世界不就大乱了吗 二战是好多国家的 多吗你啊 乌克兰 土耳其 那都参加过二战的 那二战所有的结果都不承认吗 北非那些国家也参加过二战 欧洲的也二战 东北亚 东北亚地区二战 都不承认 那谁都不承认二战 二战得重新打 打三战了就 是不是世界和平危险 是不是世界和平危险